第119集 关沧海独自一个人走着 南北相通的关道上 由南向北 无月无星的夜空下 白色的雪地 一笼招上一层幽暗的蓝色 道旁错落立着树木 光秃秃的枝芽交错重叠 形成大片的黑影 远方则是起伏不平的地面 关沧海一步步慢慢走着 每一步都深深踏入雪地里 在他身后 留下来一串半尺深的脚印 又渐渐被风吹过 带起的积雪所填满 北风凛冽地吹着 吹在人的肌肤上 好似冰刀刻骨切割 但是关沧海神经从容宜然 他避着双目 嘴角含着丝浅淡轻松的笑意 仿佛走在明媚的春日里 仿佛踏在青葱的草地上 他已经走了一日一夜 却并不觉得疲惫 他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衫 背上背着一根吊杆 衣衫是细麻布 吊杆材质也是随处可见的竹子 他的双眼看不到龙冬与黑夜 心中也没有龙冬与黑夜 在地平线的尽头 天空与地面的分野 是那么的不明显 夜色与雪光 仿佛揉碎了混在一起 当晨曦的第一缕光辉 站开的时候 雪地也泛起了一层 晶莹的灰芒 观仓海并没有看到这一切 但是他还是停下了脚步 静静地对着前方 因为在他正前方 十多帐外的道路正中 坐着一个人 倘若他想要走过去 便必须绕过那个人 那是个看起来 只有十八九岁的少年 乌发如墨 眉目清丽 神情高雅 他身上 拢着厚实的雪白糊球 脸上嘴唇 皆失去了血色 少年见观仓海停下脚步 微微一笑道 听闻你呈现江湖 我特地在此等你 观仓海面上 浮现冷淡的笑意道 哼 原来是你 虽然感觉 与从前大不相同 但是除了你外 也不会有人 在此挡在道上了 荣指师弟 沧海师兄 两人互相称呼对方 但语气却未见得 多么亲切友好 平和之中 隐藏着微微的冷窍 荣指虽然一直挂着微笑 但望着观仓海的目光 却深沉幽远 片刻不曾偏移 观仓海也是笑着 却微微地偏过了头 用耳侧对着荣指 他的感觉极是敏锐 评促甚至不需要如何刻意 便可从气流的变动 判断周围的环境 但此时 他却特意地来听荣指 他们师出同门 各自知晓对方的本事惊人 又因曾有过节 四年不见 分辨彼此 是否有敌意之前 先拿起十二分的戒备 荣指最先试去防备 伸手轻轻在身前扫过 扫去一层薄薄的血 却露出来下方的木质棋盘 我再次等了一个时辰 便是等与师兄你手谈一举 不知四年不见 师兄其力可有长进 观仓海微笑接口道 荣指师弟有心了 说着 他解下背上鱼竿 便在棋盘另一边坐下 荣指从身后 取出黑白两罐棋子 放置于棋盘边 观仓海直白 荣指直黑 现在四个腥味上 分别放置 黑白各两粒棋子之后 观仓海直白起 轻巧地 将云子放在棋盘上 两人对面而坐 在小小一块四方棋盘上 黑白二色棋子 错落交缠在一起 每一处皆扶着 灵力的杀鸡 明的 暗的 那黑白之间 无声无息的 生死沙发之意 仿佛要朝四面八方 慢一开 晨光逐渐亮起 在寒天中 不怎么显得温暖的太阳 慢慢地升空 一直升到两人头顶上时 观仓海 拈起一粒白子 看了棋盘片刻后 叹息一声 弃子任父 唉 师弟齐力 比之从前进展不少 这四年 想必 没少阴谋算计人 齐盘尚未到达中局 虽然他已居烈士 但是 倘若着意拖延 也未尝没有翻盘的微弱机会 但是 观仓海 兴素被揽骄傲 不屑为之 荣指笑眯眯地道 是师兄让出啊 赢了一局 他的神情 一下子轻松不少 棋局终了 两人开始收拾棋子 都只是捡自己的那一色的棋 互相不管对方的那块 观仓海 拈起白子 随手丢进罐里 冷笑一声道 哼 我没让你 是你自己赢回去的 说吧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我便应承你 这是他们师兄弟之间的默契 倘若一方想要求另一方做一件事 便会在他们 共同兜会的才能中 挑选一项 进行比试 赢得那方 可以提出要求 但不能超过对方的能力 所及范围 荣指微微一笑 也没有继续磕到 开门见山道 我要你放弃此行目的 不意 荣指竟然这么说 观仓海眉头微凑倒 你知道我此行要做什么 荣指低头微笑着 我得人传讯 只何几去了江陵 找到你 他想要做什么 我再清楚不过 无非便是要你杀死公主 但是我的请求也正在于此 希望师兄你就此罢手 不要与他为难 观仓海闭目笑道 哼 你要我罢手倒也容易 告诉我原由便好 他与荣指分开四年有余 也在江陵居住了四年多 这四年来 他居于郊外荒野 对世事不闻不问 余文也便是宇文雄 虽然偶尔前去拜访 但也仅仅是 把他当作贵客看待 并无提出任何要求 也不曾对他说过 荣指的情形 因此 直到何几来访 观仓海才大致知道 这些年来 荣指身在何处 但是 就算听何几说了不少 观仓海也不认为 荣指与山鹰公主 有什么太大牵扯干系 在他的记忆里 荣指心肠如铁石 会留在公主府 想必也是有所图谋 他万万没有料到 荣指竟然会 专程摆下这一局棋 提出让他放过楚狱 惊讶之余 也终于禁不住 对楚狱 产生了些许好奇 照理说 那女子失去了公主身份 应该已经没有了 利用价值 难道 还有什么 可用之处不成吗 荣指不动声色 淡淡地道 我欠他一份天大的人情 他知道自己 这位师兄的性子 观仓海虽然 平素万事不管 可是倘若 是对什么产生了性质 便会追根究底 观仓海听闻此言 立即吃笑出声 你素来无血无泪 什么时候 竟成了会顾忌 欠下人情的人 荣指说的话 他半个字都不相信 荣指扬起的嘴角 泛起了浅浅的无奈 我要怎么才能对沧海说 这期间的缘由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他只知道 在得知观沧海 要出手杀楚狱时 他的第一个念头 便是不能让他死去 直至现在也无法抹除 难道 是四年来保护 已经成为了习惯 如今 竟然戒不掉了吗 荣指本来 是想要先想明白 这个问题 再做决定的 他素来谋定而后段 即少有这样 没想清楚 便行动的时候 可是 他也知道 观仓海的实力 想杀个楚狱 是很轻易的事 等他解除疑惑 楚狱 只怕早就变成了尸首 他隐约有一种预感 倘若他今日不理会此事 任由楚狱被杀掉 今后 也许会后悔 荣指也质问过自己 是否对楚狱 起了如天如镜一般的心思 他多谋善断 老练事故 不会像天如镜那般 直直心智 被搅得一塌糊涂 喜欢到了极点还不明白 也不会如还原那般 分明已经心存爱慕 却依旧自欺欺人 连对自己承认都不敢 倘若 他真的起了这般心思 应该急早想出应对之法 将这份情感控制住 他是冷静而冷酷的人 一旦发现有可能 便不畏惧直面自己的心 但是 结果却让他困惑 他能够看懂天如镜 隐藏着的热烈 而缠绵的眼神 也能看懂还原 强引理智压抑的嫉妒 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 却是几乎有一些看不分明 什么是青木 什么是相思 他素来心如冰雪 那冰雪接触到微微的暖意 又融化的迹象时 竟然让他有一些不知所措 而越是深思 从前与处于相处的情形 便分外清楚地 一幕幕地在他脑海中浮现 但是 这并不是情 他依旧冷静理智 犀利强韧 不曾如痴如狂 不曾相思忧愁 动了情的人 应该似天如镜那般 再不计 也应该有还原那个程度 怎么也不该 视他如今的模样 他还能有这么多闲情 和鱼侠来思索是否动情 也许 这本身便说明了 他尚未动情 可是 无可否认 他还是动摇了 荣指知道这是什么引起的 厨余所做的 定他太过震动 这撼动了他稳固的内心 因此 想要恢复平静 恐怕 只有先偿还 这一份天大的人情 从这个角度上看 他方才对观仓海所说 也不算是说谎 只不过省略了 其中诸多季节罢了 观仓海听着荣指 久久沉默不答 也不着急 只冷笑道 你既然是不肯说 也就罢了 别人不知道你 难道我却还不知道吗 你这人看似无欲无求 出尘高雅 实际上 心思比谁都深 算计比谁都重 倘若不是有所图谋 你又怎么会特意 来与我说笑 他冷冷笑着 双目虽然不能失误 但是他感觉极为灵敏 能感觉到 荣指就坐在他身前 甚至能感觉到 他的视线和表情 我说的 是也不是 那是一种 极为奇妙的感觉 周围的一草一木 任何物体的存在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他虽然失去了视觉 但其他几种感觉 却运用充分到了极致 荣指也不反驳 只淡淡地道 你既然说是 那便是了 只是我的图谋 不便告诉你 官苍海按下这一节道 也好 我们不问缘由 只问结果 只怕 我不能应承你 我父 也便是你师父 曾经 受过何极长辈的恩惠 如今对方执信物 所要承诺来了 我身为人子 自当代付行事 同样是承诺 一边是父亲欠别人的 一边是 他方才输给荣指的 这 却又如何衡量呢 荣指静静地等着 官苍海的后吻 官苍海笑了笑道 哼 所以 你我再比一场 倘若你赢了 便可以提出 让我违背父亲的遗言 如此一来 我放弃此行目的 也不算为难 倘若 我侥幸胜过 那么 方才你赢我的那一局 便作废 荣指心中权衡一二 知道这是官苍海 让步的极限 用两个承诺 去打败一个承诺 这对他而言 已经很宽松了 便点头硬撑下道 如此甚好 师兄可是 还要手谈一句 他故意如此说 官苍海也不动怒 只平稳道 你如今奇异 我已不能比 倘若再来一局 便是我存心让你了 他伸手 将其罐朝荣指那边推去 随心拿起鱼竿 站立起来 以我们的武力决胜负吧 如此 也算简单明了 官苍海单手握竿 鱼竿稍端 轻轻地点在雪地上 纵然手持的不过是 普通竹子制作的鱼竿 但荣指知道 这鱼竿在官苍海的手上 会化作可怕的戾气 数年前 他们分别之时 他便不是官苍海的对手 如今数年过去 官苍海潜心静修 他却身体遭创 健康大损 差距更是加大 但是荣指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掀开棋盘 棋盘下的雪地里 埋着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剑 连剑柄到剑翘 都是深沉的 不带一丝杂涩的乌黑 拔出剑来 剑身也是漆黑如墨 既然在此阻拦灌沧海 他便做好了这份准备 这是师兄弟之间的默契 也是他们交易的法则 看着荣指慢慢地站起来 官苍海凝聚心神 全身戒备 虽然几年前 他是比荣指稍强 但是他父亲曾说 荣指的天分高于他 假以时日 必然有超越他的时候 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到了没有 荣指站直 下一秒 他突然整个人倒在地上 冬去春来 一晃眼又是春日复返 楚玉连同还远一行人 逃出南宋 进入北魏 已经在洛阳城中 住了一段日子 这一年的春天 仿佛来得特别早 冬眠的酣水尚未足够 便迎来雪融冰箫 从泥土中冒出来 小小尖尖的可人心绿 但是 楚玄之中 依旧残留着冬日的 潜泉慵懒 楚玉一直睡到日上三干 才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 足足花了一个时辰 慢悠悠地洗漱吃饭 又在宅院里 闲逛了一会儿 才找兰佑兰问话 你有没有看到还远啊 还远又不见人了 平日里最常待的书房 也找不到他 佑兰想了想 功声道 黄公子今天一早便去了城南 哦 一听佑兰说城南 楚玉便知道了还远的去处 暗存 横竖无事可做 便去找人好了 也顺道逛下街 楚玉现在所居住的地方 叫做景宁里 在洛阳城的青阳门外 里是古代一个系统的 民居管理单位 就好像现代的 某某小区的意思 一般美里 有五百到一千户人家 而楚玉来到洛阳城以来 发觉这里的街道纵横交错 规划得非常整齐恢弘 房屋街道都是规规矩矩 看地图都是一个个方块 而洛阳的街道 也是极为笔直宽阔 走在街上 纵然是好几辆马车并行 也不会觉得拥挤 厨余慢悠悠地 在街道边走着 穿过青阳门 再穿过开阳门 便在开阳门处不远处 看到了立在一片石碑之中的还原 洛阳是个很有历史 很有文化气息的城市 这里曾经十分繁荣 曾经做过汉、魏、西晋的首都 曾经有天下世子云集的盛况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都城 厨余可以说是半个历史盲 他对于洛阳的认识 也大概就是洛阳的牡丹比较出名 至于别的还真的没什么印象 选择在这里居住是还原的意思 他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接近亲目的心情 整齐排布的数十块石碑 每一块都比人还要高 远远看去便是一片石林 走得近了便可以看见石碑上斑驳的痕迹 石碑上雕刻有文字 这些文字已经很久远了 并且遭受过损害 有的自己已经模糊看不清楚 有的石碑上还残留着火坟的斑纹 和黑染的颜色 但是厨余所能感受到的 并不是破败 而是悠久 这些石碑名叫西平石经 是汉代所历 距今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 用了七年的时间 将《周经》《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阳传》《论语》 七部经典 用雍容典雅的历书 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 经历了战乱 时光如水磨过 朝代更迭与替换 当年的大汉朝 早已经扔进了历史的固执堆中 但是这些石碑依旧在这里助力着 而这些石碑之后 正对着建筑名叫太学 是汉朝时设立的高等学府 相当于大学或者研究生院 在太学最鼎盛的时候 学生曾达万余人 全国各地的学子都聚集在这里 甚至有西域人前来学习 还原一身白色锦袍 绣着草花云纹的宽袖和衣摆 被和熏的春风吹起 俊美的年轻男子宛如玉树 立在古老的碑纹之中 更显出他温文尔雅 风神出众 厨余还记得 他头一次来到这些石碑 是陪着还原一起来的